白玉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祈福章 我是黄培硕 昨天当然今天涨了223点 来到12450点 12450 那这个离历史高点12682 也就剩下230点 当然那个已经 大概也不是什么压力 我说这个地方整理完之后 如果说它向上表态的话 那个12682 那个都不会是什么重点 而且这一上去的话 它还有好几坡好几段要揍 是一个全新的局面 是一个全新的局面 那整个几十年来 台股的一个投资思维 整体的本益比的 一个合理的评价 包括你习惯说 哪一类哪一类族群 大概本益比 大概到哪个地方 大概极限了 大概这些投资思维 大概都要大幅度的改变 大概都要大幅度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局面 一定要去适应 它会一定要去适应 那当然现在有机会 现在这个往上推 今天晚上这个地方平台 类似一个平台突破 之前 这个地方见低连报223 它反弹五小坡 那这一组卖动 这个很标准 这一组卖动完以后 都会做个横台很久 大概一个月 一个月完以后 它又推了一段 然后又整理 然后又推了一段 又整理 那我说这个整理 你接下来这个表态就很重要 那目前看来还是比较乐观 有点往上 现在今天是往上在表态 这一旦表态成功的话 其实它整个架构 我说是一个全新的思维 那细微的卖动来看 它当然有机会 它是一个推动的形态 应该从昨天的低点 这个昨天的低点 期货是有破低 现货是没有 昨天低点期货达到1903 1903 这个其实也说实在也很痛苦 因为它要大涨以前 它先昨天先压压压压 破了前面那个低点 昨天前面有个低点是 之前有一个低点叫931 之前有一个低点931 破了以后 然后整个才拉回来 昨天破到903 拉回来 今天的持续就一路往上攻 要创高 所以那个盘是说实在满贼的 满贼的 那没办法盘就是这样 那你还是要顺势而为 还是要顺势而为 等于是说那个整个 刻意把你杀破 杀破了 然后整个一路拉上来 现货是没有破 投费现货没有破 大盘的部分 然后我们来看期货的部分 那期货的部分 我们从7月1号开始追踪 7月1号这个结构 我说它这个结构有机会推动 它是一个推动形态 隔天就推五段就成型 那这一段就是开始往上推 推到912 912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这一段 推了这一段 这一段也要完了以后 7月7号建高点以后又开始整理 又整理一段时间 又整理一段时间 这7月7号 到12 912这个结构 它因为它拉回来 但我说大概某一个 迈动告一个段落 好那它就 可是这个段落你不要马上往下 所以它可能会震荡 所以第一个地点出现在11990 然后又来过高 这过程有两次 有两次假突破 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7月9号 这一天的7月2号长这样 我说那肯定一直跟V波假跌破 假突破了 因为它是三段式的 它回来 有没有 所以这一天假突破 它就拉回来 个人就拉回来很深 就破了1987 有没有 11990 有穿头破底 好完了之后 你也不用太过入最空 它又上来 有没有 又起势建档 建档到了7月15号 它又破 来了 这一次破比较多 破了100点 12323 可是因为逆架差 它15号7月结算 16号就自然又下来 有没有 又自然又是一个整理 所以它这个又是一个假突破 其实在当天就知道 因为它当天拉回来 已经又重叠了 当天 不用等它说 那个换月 然后有逆架差 不必 它当天就已经拉回重叠了 所以它这边又出现一个假突破 有没有 12323 这假突破又回来又破底 11931 11987 11990 有没有 好 这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完之后来 昨天再破一个小低点 11903 那我说这个地方 如果维持它是一个 其实它这个结构还是没有破坏 就是说它是一个 类似一个外扩三老型 那每次那个低点 它都会破一点点 可是都会是最低 那如果说你用一次 最高杀低 那就没办法 它这个结构 它这边上来破 你最高上去没有 它下来 下来又破底 破底 你又追下去没有 它又上去又破高 破高你又追上去没有 它下来又破底 有没有 左也有破底 那现在今天已经拉上来 好 就昨天 今天已经拉上来 今天过高了 12324 这12323过了一点 过了一点 老师又假突破 没有那么多假突破 当然这个一旦破了以后 因为它现在目前 它现在不是三段 不像这个 透过这个东西 它现在推出来 是不是三段了 没有 它现在是有机会 是推升形态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三段 为什么三段 因为它回来都重叠了吧 你如果拉上去 它不会重 它会黏在上面 像这一次 这一次 这一次它推了一段 拉回来 再推一段出去 它有没有回来重叠 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一次 11903从昨天地点到今天高点 12324 这个是 有机会它是一个推升形态 很有机会它是一个推升形态 所以它在推就一路往上推 当然推也不用过度去追高 你推了以后它还会拉回 那拉回你要懂得去找它的买点 那如果找 就成更细的卖动 细微波的卖动 我们今天来讲的五分钟线 五分钟线是看它的卖动 其实重点是要找买点 不是说或是说你逢高获利出现 你拉回再重新找买点 那个食物进出的一个价位 我们今天从 等一下才谈到 从五分钟线来看 那小时线的部分 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整理有机会 就结束在这个地方 11903 然后现在上来 现在建高高点 12324这个结构 好 那之前跟你谈到 我说之前有一个高点 我说那这个是五分钟线 等一下再来谈 之前数号建高点 我说你现在要预防它 有一个结构 因为这个地方整理 这个地方细微波 这个整理是在这里 还在这里 这小时线 那边看起来很多 其实日线是没有 就这样这一团 整理你 但小心它是往下迫下来的话 就大中小结构 它会拉下来比较深 那我说另一个结构 它往上表态的话 左右有个低点11903 这个往上表态不得了 它这三还在走而已 那三里面是不是 三自一二三四五 当然有可能 或是说什么 或是说这是三自一 然后三自二 然后三自三里面 就出现扩炎 当然这个是 现在去把它定位阶 还研制过早 只是说 知道说它现在应该是 一个三组生段 正在运行当中 那这个运行当中的话 其实它还有好几个脉动要走 还有好几个脉动要走 所以它是一个多头的循环 是一个多头的循环 那这个结构就健康了 特别是这个结构就扎实了 因为它等于是说 现在才开始在走这个 不是说才开始 就是这个三还正在走 那正在走的话 你如果细微波再扩炎的话 那不得了 所以它有好几段还要去过高 还要去卖动 我说过高不是一次过高 是一个卖动 然后拉回 又一个卖动这样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一推出去就不得了 那现在目前的架构 越来越倾向 这样的结构持续在发展 当然是比较倾向乐观在发展 好那怎么推 特别的重点是 昨天这个地点11903 它今天老到112324 这个卖动开始 你现在当然抓是 做这个卖动推出去 对不对 主张好 它是一个推动行动往上走 好11903低点 今天高点123424 11903在这边 今天高点12324 这个地方已经明显进入一个整理了 特别这个尾盘 这边已经明显进入一个整理的结构 那当然这一组卖动出来 但是很细的卖动 特别这个你 其实你看那个日线看不出来 因为看日线的话 特别你看日线就大概就两根而已 昨天见地 然后今天一个红棒上来 日线更看不出来 小时线还稍微可以 这小时线 小时线这个地方有一个转折 这边低一点11903 然后一个转折压回来 然后再推出去 类似这样一个转折压回来就推出去 那你说好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的话 明显这一组卖动很有机会 比如说它是一个结构 这一组结构 它这个卖动暂时也高个多 因为它横台也跌破了 它是一个横台也跌破这个上阵轨道 那某一个卖动高个多 这个卖动很有机会高 那这个卖动你就去看 这个卖动如果说它有一个拉回的话 那个好了买点大概就出现 应该有一个转折的地方 那个是比较细微卖动 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是五分钟线 特别说五分钟线 当然我们就是注意用来看它的 接下来拉回的那个满足区 也就是说你要再布局的一个架区 当然是顺势做多 顺势做多 那顺势做多你也不是说硬这样拼命乱追搞 不是啊 不是 就是说它推了一段那你看那结果是完整的 完整就有机会拉回 拉回结束了没有没有结束 整个多头还正在运行当中 这是五分钟线而已啊 特别说这五分钟线而已 那拉回五分钟线十五分钟线小时线都一样 它都会有一个卖动 都有一个卖动 那一组一组卖动来一组一组卖动来推敲 就可以找出比较好的买卖点 那短线啊 短线来这一组它进入一个横台 进入一个横台 我们讲坦白话你说 这边一组拉回你这一组的话 它如果说它这个 因为它这边已经 这个轨道有跌破吧 那就是出现横台 当然这个结构如果说它强势整理 你这个结构结束 那出现就只有横台而已 横台完就直接往上走 当然还有一个结构 你这边是有机会有一个大中小的结构 等于是这个转折 有没有 一二三四五 那再去一组卖动 如果这一组卖动的话这样 它拉下来 如果说比较 拉的幅度比较深一点点 就有机会到那个地方 如果没有 没有它现在横台 你就能在横台的下缘 怎样去找买点布局多单 因为目前的结构大概是长这样 差不多大概就长这样 现在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是细微的脉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 好从11903 就这个地方11903开始往上 它是我们主张 它是一个推动形态开始往上走了 开始往上走 11903开始推了一段出来 那这边又主要有一段 那有一段又是横台 那横台你其实这个结构 大概其实它如果能够拉回大 除非是 譬如说盘后电子盘有一个急刹 那种才会比较可能出现 比较好的买点 反正今天当然是没办法 然后明天 明天的话 你这个结构一样 它这个连续图是没有包括盘后电子盘 是没有包括盘后电子盘 盘后电子盘 盘后电子盘有另外一个 一些K线图 当然这些我们都会去追踪 会去参考 互相观察 互相去把它搭配 那才会去比较找出一个比较好的买卖点 那当然现阶段顺势往上做多 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之前一直跟你谈 这个地方整理整理等它表态 那确实啊 确实它现在往上推 当然就有机会表态了嘛 回去想说很多人都假突破 之前有假突破两次 我们也跟明显谈到7月9号还是7月15号 那因为它是三段式的 然后一个三段式的 那个7月9号那个就很明显假突破 来到1222 那就隔天都拉回来很深 还破底 7月15号也是 它破到12323 隔天还是拉回来破底 因为它是三段式的 因为它回来都重叠 这一次就没有 投资这一次就没有 你要注意 这一次它推出去有没有重叠回来 老师这次推出去 没有 所以很有机会它整个就是说 之前我们一直跟你谈 说它整理形态完之后那个表态 应该有机会是现在进行式 表态ing 应该是有机会是现在进行式 这一点特别重要 投资这一点特别重要 那这是齐全的部分 你这个地方不要逆势 不要逆势 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会比较轻松 顺势而为会比较轻松 这齐全的部分 有兴趣认同里面的 欢迎你跟上我们脚步来 欢迎你跟上我们脚步来 好 那其实近期我们个股还是 我说不管它往上发展往下 我们还是会几乎 不是几乎 就是我们还是全面的偏多操作 当然是持股还是精简 可是我们还是往上做 还是一路往上做 因为我说如果它 就算它有一个拉回大中小 也一样没有问题 你个股你精选 选股是重点 投资选股是重点 那画面那个右下角QR Code 也欢迎你手机扫描 加入我们的 这个是免费LINE的群组 好那当然今天表态 这个很重要 投资这很重要 那这个是你可以把它 用手机扫描按加入就可以了 那我每天会附上盘后解析 然后附图解说 盘后解析附图解说 这部分呢 也欢迎你的加入 那整个行情的都是有连贯性的 都是有连贯性的 好 这齐全的部分 我们谈到个股的部分来 那个股的部分来 等会我们来谈一张新股票来 6456GIS 其实之前很久以前 有跟你谈到过 6456GIS 今天亮灯了 等会今天亮灯 当然这种股票是已经很久没有表现了 很久没有表现了 那前一阵子它有表态 之前这个地方 我们也有操作过一次 这边也有操作过一次 那这边推出来一段 然后要整理完一个横台 其实这还算相对强势 然后今天又推出去有过高 就这个短线的部分来看有过高 日线是长这样 这边一组 譬如说你把它定位为12345也好 或是说一个A波 然后横台一个B波都没关系 这个上去 今天这个上去 很有机会它是 譬如说你要把它定位 是一个西波开始往上走 正启动也好 或是说另外一组卖动正往上推都OK 等于是它也是刚起涨 刚起涨 其实像今天这种涨停板都应该 我认为都还是 也都是买点 都还是买 因为它才刚第一根 才刚第一根 而且这种比较大型的 较大型的高飘 你说一天到晚假突破 可能性不高 可能性不高 那相对位阶 相对位阶其实还算低 头部你看它长线的结构 这种股票6456GIS 这从最高点379到最低 是63.4 其实很标准的 一段 然后一个整理2 然后又一段 然后又一个横台很久 这个横台很久 然后最后一段破底下来 63.4 大概就很标准的 12345大波 整个是一个落底止跌 应该是完成 应该是完成 那当然完成之后 是马上就一定可以大涨特涨 我说很多个股 一旦12345波落底 它只会在那个低档 在那边一直混来回震荡 有的甚至震荡的五年十年 都还在低档震荡 连表态都没办法 连表态都没办法 为什么 老实在5波走完 都一定要晚上走 不会 跌生反弹会 谈一谈 满足去 它又马上又下来 能够说 有机会说 比较大幅度反弹那种 它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一定要有所改善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有所改善 64.5 6GIS 差不多656.6GIS 因为你可以要看一月 老师一月怎么赚那么少钱 0.31G 前第四季赚3.51G 去年第四季3.51G 这个是340亿的营收 当然这个第一季是淡季 226月赚0.31G OK 可是你看 它的营运动能 第二季 差不多第二季 这边是也是大概340G 跟这去年第四季差不多了 整个营运动能是有出来 而且相对 当然MOM是大幅成长没有问题 因为第一季是淡季嘛 第一季是淡季嘛 本来是MOM就会大幅成长 YOY YOY也是大幅成长 去年的这个时间 四五六月份第二季都很烂 都是七十几亿 七十六亿七十六亿八十亿了 有机会有机会 那可是现在股价 股价今天涨停是130 所以相对还是偏低估啦 相对还是偏低估 所以我刚刚开门见山就说 其实今天就算这个涨停板 它还是买点 应该还是买点 那整个结构长线的部分你看 刚刚就是我说这个五大坡大概走完 跌完嘛没有问题 那现在开始推上来 它这一段当然这一段上来这一段其实不好赚啦 因为那个落底 然后它是很黏很久才很久很久 其实这个慢慢就是要耐心 然后抱着然后一路黏 否则这一段是比方说 那你接下来整理完 这一段完了以后 比如说是一个A坡恒台B坡 接下来这个C坡 其实是有机会速度比较快的 或者说第三段都一样 当然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段 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段 这个股票之前这个线图 如果你有印象 我大概有一阵子一直拿来讲 那时候是在操作 那今天又拿来讲 老师今天七月二十一号又拿来讲 因为结构还是没有变 整体大方向没有变 那这大方向你看 其实它因为它是大中小 其实它来这一区就 大概就有不错的一个获利空间 好 这是周线 那这日线就长这样 日线就长这样 这一段大概走完 然后一个恒台 那现在你看这个恒台也都强势整理 它没有像之前 之前动不动了 GIS动不动一个高点 然后动不动就拉回来这里 都拉回来就彻底 这一次有没有 没有 它一直黏在这个高档震荡 其实这已经预告了它的强势 其实那个结构 前大概这一个多月来 这一个多月来的GIS 其实已经默默的在预告 它接下来的强势 因为它以前的经验 头发你以前现在反弹 它一开始拉回来彻底 都彻底很深 然后一反弹 拉回来又彻底又彻底很深 这一次没有 撑在上面 其实那个已经有预告了 那已经有预告了 所以你看它今天强势就表态又涨停了 那这个涨停就又创它反弹的新高了 有没有 它反弹的新高 其实这应该就是等于是什么 另一组脉动 其实就从这个地方才刚开始启动 才刚开始启动 这是6456的GIS 这个相对位阶就比其他很多个股都 位阶都相对低很多了 位阶就相对低很多了 这是6456的GIS 今天是亮灯 今天亮灯 那337热精彩 7月3号我买过一次 我说这种结构 当然这是强势的人气股 你这一拉回你就是要先介入 所以我们那天介入在120 因为这拉回来最低119 我们买120很漂亮 7月3号 那是礼拜五 那隔天就来就礼拜一了 礼拜一就涨到127了 然后很快就涨到134 然后涨到145 136 145 对不对 这145有时候告诉你你要先获利拔档 我们有拔档 拔档完以后他 你这个不要去追高的 你要等拉回等拉回 有没有 拉回拉回拉回过程 我们还买一次 也获利出场 完了之后 昨天跑到115 昨天跑到115 我说你不要去追高 你用拉回来低接 那低接你要敢低接 昨天到115 要不要接 有没有 头发昨天到115 昨天7月20号 昨天到115要接啦 要接 为什么要接 因为这一组 你说这一组 然后这边再推 你拉回来 这个还在往上 有机会再另外推另外一组 那我说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是推另外一组 第二个 你看这个他拉回来 145到115是涨这样 145到115 他做一个AB 然后也要144.5 几乎测高 小A小B 然后这个小C 手5波了嘛 134 5波 然后E5 你这地方是买点啊 对不对 你这个买 我说买他第一个 买他至少一个BPO反弹 再来测一次高点 或是说买他另一组推动 这日线 另一组推动上来了嘛 好 另一组推动出去了嘛 那就另一组推动 你就买了几乎都最低了嘛 或是买他 这个还有30块的空间嘛 买他BPO反弹 两个理由 买他BPO反弹 或买他另一组的推动 都是买 那都是买 买对 昨天买对不对 昨天他压下来破低哦 115块钱 你敢不敢买 今天来129.5啦 有没有 好 昨天我们也是 逢币带会员去买 买得也很漂亮 今天来129.5 今天涨了7.46% 今天涨了7.46% 3374的精彩 两个理由买都可以买 那果然买 也不错嘛 对不对 今天也来到129.5% 涨了7.46% 这3374的精彩 这已经也跟你 连续追踪很多次了 从7月3号一路追踪 我说那个一拉回就要先买 120先买到140几 先获利出厂一次 再压回再买 它又跑到144.5% 又还是要出 出完以后再 你就等 我说那个结构其实很清楚 它那个买点 有没有很清楚 其实我跟你讲 就在这个地方 这扩人起点 创高拉回再创高拉回 再创高它真的拉回 就是这附近 其实都预告在前面的 都是预告在前面的 那昨天到了 头部昨天到你要去执行 昨天到你要去执行 你要敢买 你不要看那破底 15破底 不敢买 好买点 好买点 今天来到129.5% 有没有 头部今天来到129.5% 那9921的巨大 我说结构是很扎实的 这边只是一个出生段而已 那这山是正在运行当中 它会不会拉回 会拉回 可是那个结构 我认定了 应该还是很扎实 慢慢持续在往上攻 因为总认定 它外资一定是怎么样 咬住了 稻口的肥肉不会放 稻口的肥肉它不会放 了解这件事吗 这是9921的巨大 9921的巨大 好 那桂盟这边 12345坡 从67.4一路上来 上来到194 这个结构 这也是一组而已 这一组 然后应该拉回 这还是要往上看 还是要往上看 5306桂盟 5306桂盟 好 2368金箱店 这边一组三 然后我说这一二三 然后还 这个四嘛 这边有个货文 然后还有一个五 还要过高 这两天都持续在过高 很强势啊 有没有 那因为本来 我也跟老师说 本来他们的机会 等到这一区 没有 它就在这一区而已 那这一区区 它是止跌止跌 你就才要往上做 往上做嘛 有没有 3685 383 很快冲到388 4015 昨天直接亮灯419 今天再过高 昨天就恭喜了 今天这42.85 2368金箱店 当然你要注意 现阶段是在 第五个卖动在推 这个上来 这一个再压一个下 然后开始拉上 这是第五个卖动 第五个卖动 那第五个卖动 我们就会 仔细去观察 它细微的卖动 去找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出厂点 因为它是第五个卖动 第五个卖动 好 这是2368的金箱店 这6532的瑞云 这个结构五段 这次推完了 然后整理 整理完以后 它也是强势整理 这应该有机会再推另外一段 因为它那个后面 营运动能 确实是表现不错 确实是表现不错 这是6532的瑞云 6532的瑞云 好 时间不太够 来 我说各五的部分 还是一样 不管大盘一路往上推 好几段要过高 都一样 还是要精选 选对才有 选错还是没有 不要大拖头一路往上走 还是要选对才有 要精选持股 持股要精简要精选 中规中矩做 长期才会是真的赢家里 认同理念的 欢迎跟上我们脚步 我们先休息一下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年多年 破浪理论 手创进化破浪 更甚破浪 管如阿基敏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普世的起跑点 知情车线 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旅行人不做起货 起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家啦 今日起身装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又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到前面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年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敏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新转线 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旅行人不做起货 起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投资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好像弄在家啦 今日起身装运达投资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资APP 货电 02 27810909 27810909 优优独播剧场—— 冘优独播剧场——